原本一进门就会感受到空间的压迫感 经过改造之后 流线型的动线从玄关一直延伸到客厅 让视觉变得更开阔 也符合一廊居家的动线规划 三面引颈入室的设计 也成功与户外的自然景观合而为一 你的这个圆弧形的线条 从我们刚刚书房 公共空间 客厅 其实到餐厅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 没有错 我们就是从玄关一直延伸到这个餐厅 那餐厅延伸进来就是到这个原本的一个八角窗 那原本这个八角窗它线条比较就是 有零有角 对 那我们希望就是用弧形语法怎么收掉 并且做一个深度 让它的这个景深会加深 OK 那现在我面对的这一面 它这样子的开窗的方式很有那种欧洲的味道 对 其实这是那两个窗原本是它建筑物本身就有开 可是它的这个原本开那样子就是它的深度不够 有点奇怪 就是这样薄薄的浅浅的 那我们就是觉得说在后面再加一道 那绿色的让它这个景深能够加深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空间其实基本上它是餐厅厨房 算二合一了吧 嗯 它的在我左手一边就是它的厨房 那厨房的话我们也做一个开放式的但是有一个空间的界定 然后用旁边的这种放红酒的一个设计 然后那个茶色的玻璃跟压克力 作为一个空间的界定 OK 我们一楼的部分刚刚看完了是属于比较公共空间的吗 我们可以上主卧室去看看吗 好 这边嘛 对不对 对啊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角度看过去我觉得好美哦 对啊 它就蹭这个楼梯就蹭出来了 长辈房的设计基本上我们也是把红色系这个颜色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它自己的本身再加上黄色系 作为它本身的一个设计 那在天花板的部分它原本也是一个斜屋顶 所以呢我们就是做一个斜的一个造型 让它整个天花板跟后面的床头的这个背板 跟整个床的底座感觉像是一体的 下面在打灯光让它感觉是浮了起来的这种感觉 在B1还规划了视听室 利用合适地板架高增加观赏影片的舒适度 同时也可以当成客房来使用 接着前往二楼的主卧房 原有的楼梯扶手没有变动 但搭配上红色的墙面竟然如此的弃幅 我觉得它主卧室的天花板感觉很宇宙 对啊 因为它这个 原本它这个形状就蛮奇怪 什么形状 因为你像斗略形状平的 然后中间的地方就尖的上去 这样子像帽子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 所以天花板的设计 可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做处理了 对啊 现在看起来像一个 是一个抛物线的一个形状 然后做一个间接光 那这样的弧线就是延伸就是 我们从入国进来的那种弧线的感觉 那你的强项其实景观设计也是你的强项 你有延续这个概念吗 有啊 我们 你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这个屋主 它有一个阳台在那边 那出去的话除了看到这个整个隙壤之外 它整个庭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弧形 哦 有那个线条对不对 对 原本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花台 那我们就用那个弧线把花台给打破了 打破之外原本的花台留下来一些部分 可以作为座椅 然后那个整个平台就让户外跟户内 能够连接在一起 OK 其实我觉得今天满难得 因为一般观众朋友 很少可以看到这样的房子 它是英式建筑的外观 可是里面竟然可以用比较现代的手法 然后结合它的一些可能古董或艺术品 对 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房子的一些细节 也跟一些原本的结构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绞尽脑汁 那我们希望就延伸它这个无限 然后但是在实用性啊 以及它的这个延伸性上 都能够有一些突破以前的一些传统一些做法 重现英式古堡中原始屋矿 改造后的空间不管是色系上或线条上 都做到了屋主想要的一郎居家 到了夜晚 空间还能转化不同的情境味道 真的让人赞叹不已